自己一定要学会在后 三分之一的位置或者四分之三的位置 三分之二的位置 三分之二或者四分之三的位置上 学会拿筷子 而且能够操作自如 我们上次就说过 人类的饮食工具呢 无非就是三种嘛 一种就是刀叉 刀叉西方人 欧美人 另外一种就是筷子 就是我们东亚 东亚人都是筷子 再有呢就是手抓 你比如印度和这个非洲 都手抓 其实人类吃饭一开始 没别的都下手抓 跟动物没啥区别 不是很文明 不是我们生下来就使筷子 对吧 食物呢越吃越软 越吃越热 所以呢就用筷子代替手 你看人印度 人非洲人都下手吃 那哪个手呢 右手 左手干嘛呢 左手管下面 管下面 所以左手不能 左手他认为不结 用右手手抓 手抓饭我吃过 手抓饭 当年我去新疆 他们做的那手抓饭 还确实很香 但是我是认为 我下不去手 我拿个勺 人家说这手抓饭 就得入乡随俗 就得拿手抓着吃 手抓米饭 确实不是那么太容易 这个 这个拿起来的时候 首先有点烫 另外往嘴里搁的时候 觉得吊得到处都是 觉得特别不雅 但是人家习惯了 人家觉得手抓饭 就应该手抓着吃 人家说我们 不用你那些工具 你一筷子还弄到十八门兵役似的 那么多技巧 我们直接下手 什么技术都有 就你说的那方法 我这一手就行了 印度人看不上我们 说你那多麻烦啊 是吧 说你看我们 一只手打天下 你拿一双筷子 中国人说好啊 说印度人你来吧 来了说我们作为主人 请你吃顿饭 是吧 您就用你的手 我就用我的筷子 你说吃什么呀 说带你上一家餐厅 新开的章 这餐厅吃麻辣火锅 麻辣火锅 你拿手就吃不成了吧 你也等它凉 它也吃不成吧 所以你没招 筷子 什么都能干 除非你说我这印度人练过铁砂掌 我直接就下油锅了 那可以 中国人知道 吃饭一定不能下手 我们现在确实不怎么讲究 过去 起码我小时候 那时候我们的长辈 都会认为 这顿饭从头到尾 都不许动手 我们今天已经很宽容了 比如餐厅里到处能看到人 啃猪蹄子 啃小龙虾 这个啃鸡腿 都下手 过去中国人都不下手 只要是吃饭 一定是要动筷子 我们现在为了下手 让你这个卫生点 发一手套 手套 我特别看不了 就是戴一手套 戴一手套 吃那个吃小龙虾 还有吃螃蟹 为什么呢 这个感觉很不好 那手套也不合适 这个都往往的都是大很多 所以吃起来啊 这种感觉不是很好 吃饭有时候 除了吃东西 还有一种感觉 你还要照顾别人 照顾别人的感受 那么 所以中国人认为啊 下手不干净嘛 你说我洗干净了 洗干净也不行啊 就是说你刚上完厕所 对不对 擦屁股 你擦了屁股了 我告诉你擦屁股也不容易 擦屁股也有技巧 绝大部分人都不会擦屁股 是医生说的 不是我说的啊 这个今儿咱们说上面的事 下面的事就不谈了 以后有机会跟你们谈谈下面的事 就是说 怎么擦 没那么容易 所以我们讲筷子就讲筷子 咱别跑题 不多说 有一个我看到网上有一个非常附会的说法 附会的说法 说什么呢 说筷子要长七寸六 为什么要七寸六呢 代表人的七情六欲 我量了量 我这筷子一尺 看到没有 这筷子一尺 那代表什么呢 那就是代表十全十美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必附会 筷子的长短其实是习惯决定的 因为我们这有古代的筷子 你看这有古代的两副筷子 它长短一定是不一的 看到了吗 多少也差一点 所以它没有一定的规矩 非得是七寸六分 代表七情六欲 再说 我们每个人也没那么强厚的七情六欲 筷子就是一个工具 只要使得好使 你这个能够让你在进食的时候便利 而且饭吃的高兴就行了 你看中国人跟外国人的区别在哪呢 中国人一进餐馆跟服务员说什么 说你今儿加一人天赋筷子 天赋筷子 或者说来双筷子 这都是中国人 外国人怎么说呀 外国人不这么说 外国人说服务员 您给拿两根筷子 这一听就是外国人 拿两根的全是外国人 说一副筷子的 一双筷子的 这全是中国人 外国人一定要学会这句话 才能够在使用中文的时候畅通无阻 那我们为什么要练习使用筷子呢 正确使用筷子是一个人的基本修养 我们这个说法一点都不为过 你身为中国人正确的使用筷子 一定是你的基本修养 我看到那网上就有人说 说刚看到马老师说完这筷子 我就去吃饭了 吃饭的时候 哎呦就把我气死了 说我旁边这桌子上就有一人 边吃边拿这筷子点我们 说话的时候 点人家就是非常的不礼貌 直指点点的 很多人在餐桌上 特别愿意直指点点的去说 非常不礼貌 我们今天 今天的宴请的机会 比过去要多得多 过去的人一生中吃一回餐馆 要说一辈子 现在吃餐馆是常态 那么中国人呢 觉得礼节中给别人加菜 西方人绝对没有 因为西方人本身就是分餐 赢一份你给人加算 怎么回事 所以中国这种共餐制 给人加菜 一定要使用公块 不要使用你自己的资块 尤其不要在嘴里作 我就见过在嘴里作 半天了给人加菜 让人家碗里吃 你说你还吃不吃呢 对不对 我见过最夸张的人 就是拿筷子踢牙 在嘴里掏啊掏啊掏半天 把这一桌子人都掏恶心了 把他拿出来 在人一个盘子里和和 和完了那盘菜 没有任何人敢再动 所以这筷子还有很多功能 比如咬筷子 咬筷子是非常 非常没有修养的 也不礼貌 但是呢 我们有时候咬筷子呢 是作为一个修养的训练 比如 比如空姐 空姐要练八颗牙齿的微笑 去咬着 我这牙齿不好 所以我也就不给你们咬了 那么 我们一般人 一般人在这个吃饭当中 有时候这个筷子没地放啊 比如 取自助餐 这我就见过 手里本来拿着一副筷子 拿着一盘 取的时候忽然发现 那筷子没地放 其实筷子可以搁这儿吗 照样端盘 不 不照样端盘 直接搁嘴里咬着 这边呢 顺手要拿一别的 你知道啊 你手腾不出来 归腾不出来 但这个筷子 在餐厅 尤其在 你腾不出手的时候 你宁可把所有东西都放下 你也不能把筷子 叼在嘴里 如果你说 我实在没地放 我教你一个地方可以放 就是你插鼻孔里 把这筷子 直接就捅上去 插上去 装一项 这就行 老人们常说 你看一个人拿筷子吃饭 就能看出人品来 比如 我看到这样一个事 说有一朋友吃饭 说他正好他父亲来看他 他父亲呢 不太爱说话 吃饭间就静静地看着他 所以回家的路上呢 这父亲就跟儿子说 儿子 我觉得你这朋友不可深交 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 说我这朋友还不错 合作过几次 印象还不错 他父亲说 从吃相上看 基本上能估摸出 他这是个怎样的人 说他家菜有个习惯性动作 什么动作呢 就是把筷子插在菜里翻上来 翻上来以后 扒了两下 加起自个儿的菜 根本不顾及别人 说这种人呢 这个就很自私 然后这儿子就说 说我倒不这么认为 说这人习惯不同 说有人就这样 然后呢 他爹就跟他说 说一个 如果是个生活很窘迫的人 面对一盘美味佳肴 说吃相难看 也就能理解 说你这朋友不是 是一老板呀 是吧 生活上又不困难 说这种吃相 明摆着表明他自私 非常狭隘 结果呢 那事就是这样 隔了一段时间 结果 这个 这儿子就发现 就是有一个生意 为了一点小利益 这朋友就是 因利妄益 就是气他而去 就是就验证了 他爹说的那个话 你看 一副筷子 使用筷子的时候 能看出人品 所以你知道筷子 对一个人的修养 还是很重要的 我们老讲筷子不成 筷子有一搭档 叫勺 我们简单的讲讲 勺也不像你想象的 那么简单 我们先说勺 勺是个很土的话 是个俗语 讲 讲得雅一点 就叫调羹 过去中国人 中国人吃饭 即便给个勺 都是瓷勺 不是金属勺 就是一个瓷勺 一副筷子 这个勺呢 就是和汤用 平时也不用 今天的孩子拿个勺啊 基本都是金属勺 一勺打天下 从小吃到大 尤其上了大学呢 自个儿还拿一饭盒 拿一勺 快着吃 我觉得从心理上啊 就很难长大 我们中国的勺子 其实出现的比筷子要早 这道理也成立 勺子最初就叫臂 匕首的臂 所以你看池 汤匙的池 就写个是臂 就是个臂首 那么勺子和筷子呢 你比如这个古代就称为 叫臂柱 就是臂 就是勺 柱就是筷子 我们 勺也要会使 我们讲过 筷子一定是 手心45度朝上 筷子这样用 45度朝上 绝对不允许手背朝上 手背朝上呢 加菜非常容易掉 因为你加过来以后 你要翻身 才能搁到嘴里 你这么着 搁不到嘴里去 你必须要翻身 你看一个人在饭桌上 老掉菜的那人 一定是手心冲下的 那么勺呢 也是这样 也是45度 可是你知道 古代的勺 都是180度 跟人是180度 都这么着的 你看 它只有这样才好使 它这么着反而不好使 我们勺改变了很多方式 我们现在使用勺的方式 都是受西方人影响的 但是我们一直 没有受它这个影响 就是在桌子上放一把刀 因为刀杀气太重 我们过去分餐的时候 大勺就是分餐 小勺就是自用 勺呢 跟筷子一样 都不能搁到嘴里含着 对吧 不能搁嘴里含着 还是不能作 尤其不能当着人作 我过去认识一位女文青 岁数挺大了 老结不成婚 为什么呢 对人比较要求比较严 男朋友啊 休养得好啊 还得喜爱文学啊 还得有点小资啊 终于看上一个 哪儿哪儿哪儿都满意 终于去 到大饭店喝咖啡了 喝咖啡一个动作 那男的把自己的前程 给葬送了 什么动作呢 就是到了五星级大饭店 要了一个咖啡 咖啡里呢 人家会喝咖啡的人 都不愿意多加糖 他加了两袋糖以后呢 在里头搅和 搅和完了以后 把这勺直接在嘴里做 就这一动作 把自个儿的爱情给断送了 所以你知道这些动作吧 很害人的 我们讲了这么多 也给你做了很多示范 无非再说一件事 就是中国人呢 应该深刻地了解 自己的筷子的文化 应该从小养成使筷子的良好习惯 我们把话可以说的重一点 不会用筷子 网为 官妇猫 揭秘官妇秀 就是没少拿 看着啊 这里最老的一把勺就是这个 漏勺 漂亮吧 你们家吃多好的饭 也没这么漂亮的勺 战国时期的 有一个跟它有点接近呢 是增喉以目出土的金勺纯金的啊 那勺我隔着玻璃看过很多回 可惜没机会摸啊 这我有机会摸了 你看这勺有多漂亮 这种漏勺呢 是过去在汤里啊 换肉的啊 自个儿的汤里换出肉来啊 勺很漂亮 很浅 你知道古代的勺普遍比较浅 你看这个勺 我们过去的勺跟今天的勺不一样 就是弧度都特别大 你看都非常大 从侧面看弧度都非常大 你看这个勺的样子 我们今天都很少有这种 像这个莲花瓣一样的勺了啊 这个筷子啊 看到这是金属筷子 这是铜的那是银的 都比较细比较尖 你看着它有点像韩国筷子吧 我告诉你 还真跟它有点关系啊 这东西是辽代的 韩国非常受辽代的影响 我们再看看更近的 这个距今就几百年 蒙古人随身带的 我们为什么把这个东西拿到这呢 是因为我们看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 刀 随身带的小刀 隔肉 表明生活很好 那么这里注意看 衣服筷子 这筷子银头像牙 可见这个 持有刀的这个人啊 还是很讲究的 这都是银皮包着 他为什么用筷子呢 荣牧民族为什么用筷子呢 因为蒙古人 蒙古人 有 有很多次机会 跟农耕民族接触 学会了农耕民族很多的饮食习惯 比如 蒜 蒜呢 他就需要啊 过去蒜的时候呢 他就直接拿叉子 蒜就完了 但是有了筷子 他发现用筷子 蒜呢 比叉子更方便 所以 这个 蒙古民族啊 这种蒙古刀上呢 经常带一副筷子 他的筷子比较短小 这种短小的筷子是 主要是为了便于携带 你比如你身上带这么一副 一尺的筷子确实有点不太方便 那么 这刀呢 扭搅拌 刀还是 我们摸一摸 有还是很锋利的 生活中最常用的工具啊 你既熟又生 你很熟悉 你每天都在用 你不容易想起来 它有这么多的使用方法 中国人凭借这一双筷子 可以打天下 什么都不带 这筷子还能干嘛呢 还能当工具 点穴 刮纱 盘头 盘头这筷子就算了 这筷子太长了 我们现在用的小筷子 有的女孩子 买一双七筷子 头发长 盘起来 发一叉 出去了以后 你这什么手势 这么时髦 其实就是筷子 急了就能拔下来吃饭 我有时候啊 觉得加东西呢 是个乐趣 你比如我出门 出门 住酒店 酒店早上起来 经常是免费早餐嘛 去吃早餐 现在这早餐里基本上都是西式的 西式里有一道菜叫焗黄豆 西红柿 西红柿酱 煮熟了的黄豆 有时候我就换半盘 外国人吃这东西都是拿勺 王嘴里哥 我觉得拿勺不行 没意思 拿筷子 所以就拿副筷子 慢慢慢慢的 一粒一粒加着吃 体会那个家的乐趣 我说了啊 这个筷子拿着是有讲究的 有很多讲究 原来说过 你们可以翻过来 找到以前说的那个筷子 去看一看 我说筷子不能拿太低 是吧 一副穷酸样 有人说我就不信 吃的好 有什么穷酸样 您就这么吃 你们看是不是一个穷酸样 筷子一定要拿到后半部 不能拿到前半部 除了小孩 刚开始学 控制不了筷子 喜欢拿前半部 还有老外 我就见过老外这么拿筷子 在餐桌上 很不雅 一看就是外国人 我们对外国人 还比较宽宏